美股大跌让部分人看淡投资市场,但也有人说联储局QE和减息将利好本港楼市。到底哪个先真,有趣的是,香港楼价真的并不是由本地决定,而是由万里之外的联储局。 2008年金融海嘯,香港经济基调型号,为联系汇率制度下,香港其实是活在美元区。联储局雪减息,香港便减息,联储局QE,大量资金便涌来香港。联储局资产负债表从海嘯前不到1万亿元,美元,下同,升至2014年的4.5万亿元。 香港楼价变一路高高猛进,但到2018年美国开始收水,到去年8月资产负债表只有3.7万亿元。 香港楼价亦同步下跌,因为钱都回流到美国,去年第四季再次放水,至2月底资产负债表已升回至4.1万亿元。 3月中宣布旧市后,资产负债表更直升至5.2万亿元。 创历史新高,直线思维来想。 香港楼价起不是又要再大升特升,不是这样的。 2008年是香港经济强而美国经济弱。 资金对美国没有信心,才都跑来香港,但现在香港经济前景仍吸引吗?近年美国经济却相当不错。 资金大概更喜欢留在美国。 自去年第四季美国在QE,香港金管局货币结余却仍是水波不兴,便知没有新资金流入。 资产价格是货币现象,没有新钱流入,甚至有所流出,那么楼价能否维持在现水平。 美国今次天亮QE,不成功便不断加码好了,将如何影响未来几年的货币和利率政策,疫情更似是急症。 只要对正下约,来得快去得快,美国经济可能真的在第一,第二季倒退,成为经济学上所谓的衰退,但下半年便可能强劲复甦。 美国还算是个印钱比较自律的国家,印出来的钱要和经济增长匹配,到过困难后,多了的钱便会收回。 便此2018年的QE一本,联储局资产负债表规模现在约5.2万亿元,之后升至5.5万亿甚至6万亿元也不出奇。 上次QE收回约8000亿元,下次QE随时是上万亿元,香港能否平安度过这样规模的收水? 另一猜想是美国通胀会否上升,支持美国三轮QE? 通胀问题仍不严重。一是许多资金去了海外,二是科技大臣不断降低成本。 现在美国经济不错,资金很大机会留在当地。 天良资金运转起来,很容易出现通胀。 如果通胀重回5%以上。联储局便只有加息应对。天良放水不是没有代价的。代价就是通胀重来。 港式跟美式。800万港元的案揭。还款期三零年。利率2.5%和7.5%。 每月供款会差多少,如果不少人都供不起。 又或预期楼价下跌而放盘。楼价会怎样,这和香港有一半物业以公园没有关系。 因为决定价格的,往往都是持货和心理能力薄弱的边际买家和卖家。 美国联储局放水。你要想的不过是资金会流到哪里去。 持续放水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,以及收水时又会影响哪些资产价格。 、敬看和我觉得,他的眼神称。 现在不过是资金会流通常。 简单的会章重 begin点。 오�更是新 준�ions程会不会遮担百 an 끝�没有。 可以可以遮白天手。 一点温暖我就会继续。 是... 也是 happy意思。 有不先, 剥除沙 Senior actually.